体育局有跟我讨论 他们原本的规划是要办一个庆功晚宴 但是我认为这一次是这么有意义 而且特殊的奥运以及成就 所以一定要用最特别的方式 所以我们规划用星光大道 而且让民众更贴近他们喜爱的奥运选手 以及After Party的方式来共同庆祝 同时我们也邀请除了选手 还有他们的家人以及教练 以及背后的团队一起来参与这项活动 市长想请问一下 那个运动场馆现在是免费 但是陈又诚议员好像说有脏乱 或者是等等的问题 使用那个满意度下降 这个部分会请体育局这边来读步吗 确实因为夏天到了 大家使用体育场馆 特别用时的频率增加 而且加上我们奥运的庆功优惠活动 所以让更多民众踊跃来到运动中心 所以我会要求体育局这边 来加密整个抽烟的频率 而且要确保整个场馆它的安全 服务的品质以及环境的整洁 那先进的预求馆的预算已经有决定了吗 预言好像说还没有收到 我们从去年开始就已经启动相关的筹划 所以当盘点各地 现在最适合的地方就在于 北市科的西基地 也就是旧的中美国小学校用地 那我们预计地下两层 地上三层等等 那我们也都会邀请 包含像李洋 王麒麟 他们这些优秀顶尖的选手 给予我们相关的指导员建议 我们会逐步来规划 一步一步来进行相关的设计 以及预算的便利 我们下期见